計程車擦撞路旁車輛四輪朝天 180度翻覆在馬路上 車頭凹陷零件四散 救護車到場 小黃問講頭撕裂傷 還能自己走上救護車 忙著打電話 看起來身體狀況沒有答案 同一時間京方到場實施酒測 出現這一名穿著黑色上衣的男子 他說自己就是架勢 你們車上整個幾個 一個乘客而已 那誰開車 我們現在就是要監視器 車子翻了男子卻毫髮無傷 酒測職順利過關 但小黃問講鬧雙包 駕駛到底是誰 仔細看看計程車上證件大頭照 和這一名黑衣男子未免插得太多 警方當場揪出根本是冒名頂替 眼鏡 眼鏡差那麼多 對啊 車子是他開的對不對 對 他開的嘛 他開哪一部車 造實駕駛是計程車 白牌車行老闆 他開設的車行距離事發地點 只有兩公里 他渾身酒味 自撞路旁車輛 酒測值0.84 自行爬出車外 打電話給車行員工 要求現場頂替 但兩人年紀相差10歲 外表差很大 老闆叫員工頂罪 除了酒駕公共危險罪之外 員工也被列為關係人 一併移送 記者彭志明 李孟 張榮彭馨 苗栗報導 安慰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